等到对方重新回去 吸了灯笼之后 孙悟空准备重新荡到墙头的时候 后处接二连三地有人起床 这些人几乎和第一个人的动作一模一样 首先是提着灯笼上厕所 之后就提着灯笼去厨房 出来的时候 或多或少 手里都会拿着点东西 奇怪的是 这些人就像是约定好了似的 每一个人都单独去的厕所 单独去的厨房 即使是回去的时候 也一定是一个人的 孙悟空越看心里越生气 这都是些什么弟子嘛 半夜里没规矩 接二连三地去厨房偷吃的 怪不得后厨这些弟子 一个个肥头大耳的 原来症结都出在了这里 就在孙悟空考虑 要不要回去的时候 后厨突然安静下来 不再有人 从第三部分宿舍的位置出来 偷偷跑到第二部分的厨房 里面既然没动静了 孙悟空可是打算 闹出点动静来着 所以他轻轻一跃 抓着树枝一荡 很轻松地来到了院墙上 院墙并不宽 只绒得下一只脚 幸好还算平整 所以踩上去还算平稳 站在院墙上 孙悟空朝下望了望 下面虽然很黑 依旧能分辨出来 是一处小小的花坛 毫不迟疑 孙悟空顺着院墙 就来到了厨房的位置 轻轻一跳 就落在了厨房屋顶 顺着柱子一滑 很快就滑到了地面 孙悟空惊喜地叫了一声 终于进来了 也不知道厨房 还有什么好吃的 然而一想到之前 在厨房里进进出出的后厨弟子 孙悟空实在不敢肯定 厨房到底有没有 被他们搬空 再和之后 后厨弟子突然不出来的事情 一联系 说不定就被这些人吃完了 想到这里 孙悟空加快了脚步 来到窗户边 把窗户朝里面一推 自己的身子 也跟随着打开的窗户 落到了厨房的地上 左右瞅了瞅 还真被自己猜中了 厨房里食材倒是不少 可以直接食用的 已经全被后厨弟子 瓜分殆尽 没有给孙悟空留一点吃的 对于这事 孙悟空十分恼火 真想把厨房砸了 想了想神通广大的师父 又生生把这个念头掐灭了 费了这么大力气 依旧没有找到 可以吃得的食物的孙悟空 心里要多郁闷 有多郁闷 于是决定 先出出心里的这口恶气 于是乎 孙悟空有了个 十分绝妙的主意 那就给水缸加点尿 至于什么尿 孙悟空想想都开心 除了自己的尿 还有什么能让自己 这么开心的呢 笑了一阵 孙悟空找到了水缸 水缸里 只剩下了一半的水 孙悟空 先是偷偷笑了几声 随后才一跃 跳上水缸的边沿 站稳之后解开裤头 就尿了起来 本来孙悟空半夜就有起来撒尿的习惯 不过今晚却被肚子耽搁了 现在虽然没能填饱肚子 但是这一尿着实让孙悟空感觉舒服 尿完之后的孙悟空 本来打算就这么回去 可是没走几步 肚子就饿得咕咕直叫 实在是没办法 孙悟空只得在后厨重新寻找起来 想着会不会有什么漏网之鱼 然而漏网之鱼没找到 突如其来的一声鸡叫 却吓了孙悟空一跳 只见他十分灵活地就要朝桌子底下躲 身子才刚蹲下 突然反应过来 不就是一只鸡吗 自己有什么好怕的 想到这里 孙悟空突然来了精神 说道鸡叫 鸡 对呀 鸡 哈哈哈哈 孙悟空高兴鸡了 真愁找不到食物呢 眼下不就有一只鸡送上门来了吗 孙悟空一把推开窗户 果然 窗户的下面正站着一只骄傲的公鸡 抬头挺胸地看着孙悟空 看着孙悟空咧开嘴傻乐的样子 公鸡不屑一顾地移开了眼睛 大摇大摆朝着另一头走去 公鸡的眼神让孙悟空的脸色 一下子就黑了下来 一个翻滚 从窗户里跳出来 冲着公鸡就扑了过去 公鸡被孙悟空的运动 吓了一跳 拔腿就跑 一边跑 一边咯咯咯咯 叫个不停 公鸡一叫 孙悟空就不敢追了 生怕公鸡的叫声 引来了其他人 见到孙悟空不再追赶 公鸡也停了下来 转头就恶狠狠地瞪着孙悟空 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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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